要瘦了 牧场怎么引进畸形牛了 畸形牛 在哪呢 在哪呢 畸形牛不就是你吗 你不觉得 你少点啥 我是公奶牛 当然没有那玩意儿 奶牛居然还有公的 笨蛋 奶牛是一个品种 我们这种黑白花的 是最常见的奶牛 叫和斯坦奶牛 要是像你想的全是牧牛 种族怎么翻眼 可你们全都叫奶牛 那公的奶牛 肯定也能产牛奶咯 是可杀不可乳 我们种族除了擅长产奶 其他方面和普通牛 没什么两样 就是神仙来了 我也一滴都没有 是可杀不可乳 这可是你说的 这就把你细细的切成扫子 做成牛肉干 大哥 我说笑的 虽然咱公奶牛没什么用 可母奶牛需要一直受孕 才会处于密乳期 你看我这喜格 看我的肌肉 当个吉祥物 种公 那不得杠杠的 幸好老祖宗费尽巴拉 让我们爬上食物链顶端啊 不然现在做成牛肉干的 就是我了 铁锅生锈 怎么快速除锈 这不行 咋用生锈了 真不中用 疼 你才没用 惊嘴 我擦死你 停停停停 我要除锈密集 有密集 不早说 你先往我里面倒点小足打 洗洁精和醋 这些可以取出油脂和铁锈 加点水 用刷子刷一刷 不要用钢子求它 不仅疼 还破坏油膜 然后把水倒掉 这下不会生锈了吗 没 还没完呢 不早说 再往我里面倒点食用油 摇一摇 让油沾满锅壁 开小火烧一烧 多摇几次 之后把油倒出来 让我冷静冷静 除了锈 你比锅头馋的头还亮呢 这方法还真厉害啊 真霉态 说谁霉态呢 我风尘仆仆从新疆过来 你不给我洗洗就吃 真不讲究 笑话 葡萄干葡萄干 洗碗还是葡萄干吗 不信的话 你先拿一盆清水洗洗试试啊 想不到 你个浓眉大眼的 居然这么脏 我要去投诉金生 咱们传统新疆葡萄干 要么直接爆晒 要么在阴防中亮智 新疆风沙大 我有一点灰尘很正常 这就有一点 明明是有一点 这柱里这么多灰尘 你告诉我怎么洗 这简单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作用 你在水里加点面粉就好了 要是实在怕 还可以加点食盐 消毒杀菌 想不到葡萄干也要洗啊 那么问起来 外面散装的面粉需要洗吗 惹 没事 您看 ması